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原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第14届LG杯 这个八强赛中的一盘棋 对阵的双方呢 是我国的孔节九段 对阵韩国的崔泽汉 两位棋手也可以都说是 大名鼎鼎了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 下到这里呢 黑旗一飞 扩张这个模样 那么直白的 崔泽汉在这里呢 采取了比较凶狠的下方 崔泽汉的棋风 也是典型的立战型棋手 那么呢 白旗没有采取啊 普通的什么这种遣销 这个一类的造法啊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而是呢 直接啊 打入到最深处 这个肯定是 非常非常的凶悍 那么作为这个 黑旗来说 当然呢 也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放松啊 肯定呢 要对白旗这颗子啊 进行全揭 那么黑旗选择了这个阵 这个崔泽汉在这里呢 也是有了这个交换以后 这个外面的削的这个手段呢 就已经没有了啊 因为这两个呢 已经是损 损进去了 那么呢 也就是说 硬着头皮啊 开始在里面求活 这个可以说是 非常这个 极端的一种下方啊 这个 换做一个 稳健一点的棋手 或者说是 这个本格派一点的棋手呢 绝对不会采取这种的 那么 这两个交换以后呢 包括以后的这个 大飞的收官的手段呢 也没有了 这个白旗呢 也是非常的损啊 有一种致死地于后生的感觉 然后 白旗肺 黑旗加 破眼 因为 因为这一代 如果被白旗贴起来的话啊 本身这里有毛病 而且在这个底下呢 白旗也有一路利 甚至一路小尖的现实 这样白旗的眼味呢 会比较多 所以黑旗加 那么白旗呢 往上跳 黑旗小尖 看起来呢 白旗确实是 非常的这个 辛苦啊 非常的这个辛苦 不过呢 这个黑旗呢 也得这个 非常的小心 因为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一不小心啊 被白旗活出来的话 那么黑旗的这个 基本控啊 这个是说 被白旗破掉了 那么木树呢 肯定是 非常的这个 危险 嗯 接下来白旗尖 黑旗半 白旗先挖一下 这个 有些没有完全看懂 这个白旗的意图 挖完以后呢 靠 黑旗退 不给白旗这个借劲 如果你搬的话呢 由于这个白旗这里 有挖的这个 呃 线索 这个是打不住的 这是双打 等于呢 你只能提 它粘上 那么呢 有这一袋的借用的话呢 那么 被白旗一扭断 这个就 让白旗呢 给借上镜了 所以黑旗退呢 是这个 不给白旗 借镜的好手 那么接下来呢 白旗继续压 在这呢 黑旗呢 暂时呢 就不敢硬 如果还是这么冷静的退着硬呢 那么现在白旗这一挖 黑旗只能提 白旗在一张呢 由于这个字啊 基本上现在是很难跑得掉 那么白旗呢 似乎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活路 因为你要封锁的话 还得退一个 那么白旗冲 这里还是可以出去 不管你怎么走啊 这个在一小间的话呢 这个白旗啊 这个上面已经有了个眼 这煎完以后再一虎呢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个眼味 这个黑旗 不好杀白旗 所以这时候 黑旗也没有跟着硬 继续呢 用墙 提 先把这个外面的味道呢 这个给消掉 同时呢 这个提呢 当然这个收获呢 也是非常大 在中央已经拔了一朵花 这个虽然木树看上去不多 但是呢 对外围的这个辐射力 还是非常的大的啊 对以后的这个外围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可以说黑旗呢 已经呢 有了不少收获 然后白旗飞 这个也是腾挪的这个好手 如果只是普通的搬呢 那么黑旗就跟着搬 这个白旗反而 没有好的这个后续手段 你要退呢 它就爬 这个白旗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旗 单飞 是自估的好手 自估的好手 黑旗显然是不能压 如果你压的话 它这个一顶 这个黑旗 没有后续手段 那么黑旗在这呢 应对的也是非常的巧妙 拖 单拖 如果白旗往里冲的话 顶这个不行 顶这个就还原了 等于是搬一个 如果你现在往里冲呢 那么黑旗可以顶这个 你只能拐 那么黑旗就冲过来 你冲这个呢 黑旗一断 这个对沙 白旗不利 那么你长呢 那么黑旗就算了 就贴住 你虽然可以从这里连回去 但是这里搬了以后呢 这个木树就变得非常的小 你走这个 黑旗还可以加 这个白旗吃得非常的小 那这边还是全死了的话呢 这个白旗也还是损失太大 这边的关子也损了 中间被人家把朵花 损失惨重 那么这样呢 白旗还是不行 所以当黑旗拖的时候啊 白旗就贴这个 这时候黑旗不能张啊 这一张呢 白旗可以搬在这里 这个黑旗不好办 所以黑旗得退 那么白旗再一冲 现在看起来呢 白旗似乎呢 是找到了这个头绪 找到了这个头绪 找到了之故头绪 同时呢 也把黑旗这几个子呢 给断开 不过黑旗呢 也不害怕啊 也是胸有成竹 先断 这个肯定势必要把白旗给断开 白旗点啊 这个是先手 请求这个先手 那么黑旗呢 这里选择了厚实的章杉 厚实的章杉 如果单纯从木树的角度上来说呢 黑旗搬在这里吃也是可以的 搬在这里吃也是可以的 这里虽然有个结 但是呢 这个黑旗暂时不怕 黑旗可以补在外面啊 这个有个结呢 暂时不太怕 暂时不太怕 这样的木树好一些 不过呢 孔节在这里呢 也是 就是说心有这个 这个有这个有备而来啊 因为现在白旗 他这个把黑旗断开以后 虽然能对黑旗进行反扑 但是呢 孔节觉得呢 这个心理啊 就是说有谱 已经呢 有了一定的这个计划 所以说呢 他选择了一个后世的章杉 那么白旗再一飞出来 黑旗要拐 白旗先跳 这个垂直上下的还是非常的凶 这个等于就是呢 白旗在跑出的同时啊 还准备呢 对黑旗发动进攻 不过 普通来说呢 那么这几个子被断开了以后 黑旗呢 就是说把这个跑出来 或者说是打一个等等 这个也是普通的想法啊 那么跑出来 这个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 现在如果跑出来呢 白旗可能会采取呢 最顽强的呢 彻底的把这些子啊 全部跑掉 这个如果真的全部跑掉呢 黑旗呢 这个木树啊 还是有点这个 吃紧啊 吃紧 毕竟这个当初的这个基本控啊 被白旗呢 这个全破掉 这个黑旗还是木树呢 会有些吃紧 那么 不过呢 黑旗当初赶后时的街上 心里呢 也有了一些一定的这个准备啊 虽然看去这个危险 但是呢 孔杰 这个头脑里面 已经有了相对来说是 这个 考虑到大局啊 已经有了这个呢 气质的计划 这个时候 思路一般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这个 就是说 不容易 有时候 就大家不容易拐过弯来 这个本来是黑旗的模样 白旗打入 黑旗要杀白旗 现在呢 突然之间 黑旗反而在 哎 有一个这个 气质的构思 这个是 思路是非常难得的啊 就是说 因为 因为 人家打入到我的空 还把我给吃了 这怎么能行呢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旗呢 都是在变化的 嗯 虽然 白旗啊 这个从这里跑出了一些 但是 黑旗 孔杰 现在是斑 那么斑了以后 这个 基本上的大尾巴 还是 被这个 这个黑旗吃掉了 同时刚才说了啊 这里的大飞的关子 也全损了 中间呢 也被黑旗拔了一朵 这样的黑旗 实际上呢 基本上呢 基本的空呢 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啊 损失 基本上是没有 这里虽然少了一些 但是从这边呢 完全呢 是可以弥补 而这里 虽然你很凶的 可以反击我 但是呢 黑旗这个心里 他不怕啊 他觉得这些纸 即使死了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看 那么斑完以后呢 这个章 白旗章是先锁 注意啊 黑旗要补 因为不补的话呢 白旗就一冲 你要挡住 一般这个 你也只有断啊 不断它要断你 你要是往回缩呢 那个白旗章上还是先锁 脚上还得补 那么你断的话呢 这个就形成一个结了 这个白旗可以先断一下 把这个打吃掉 然后呢 再一断 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结纱 那么这个打结的话呢 黑的空里出奇了 这个肯定吃不消 那么黑旗这时候呢 也是在白旗粘的时候 也是非常冷静的 白旗粘这个的时候呢 黑旗就非常冷静的粘上 好 那么白旗吃 黑旗贴 白旗提一下 这时候吹着汗也是非常的凶啊 绰号这个毒蛇 这个直接就斑啊 开始反过来杀黑旗 不过这个孔杰啊 当初敢这么冷静的斑啊 这么脏 把这个空收进来 那么呢 也预料到了这个白旗肯定的 这个最强的手段 它呢也可以说是胸有成竹啊 打 那么你退 我就提 嗯 斑啊 这反过来呢 要杀黑旗 这时候呢 黑旗准备了好手飞 飞 这个是好旗 这个旗不能贴啊 这个一贴的话呢 白旗斑张 黑旗反而没有任何好的后续手段 那么 如果你爬它一断 这个就死了 那你张这个呢 这一夹 这个对杀呢 也不利 但是呢 这个单飞是好旗啊 单飞是好旗 因为单飞的话呢 那么这个 呃 白旗呢 如果再去小肩的话 那么显然 这两个属手 黑旗呢 就不用交换啊 这个气呢 就会差不少啊 这个 这两个属手就不用了 那么所以呢 白旗也选择了这个冲啊 直接的 手段 进气 黑旗沾上 白旗沾啊 那么在徐步呢 就形成一个对杀 白旗自由挡住 那么黑旗拐 这个垂直汗 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凶悍 就是非常的凶悍 就是说 这个 一般来说 在这这自估的同时啊 反过来呢 要咬黑旗一口 这个如果黑旗不是有全局在凶的话 真是不容易扛住这个白旗的这个冲击 白旗打 黑旗自由收气 走 白旗紧气 黑旗爬啊 这样呢 局部呢 就形成一个结针啊 缓一细节 从普通的角度上来说啊 按常理的来理解呢 就是说呢 白旗 进入黑旗的模样啊 来自估 然后呢 反过来能够反咬黑旗一口啊 把黑旗也 脱入到这个结针 吃黑旗一大块 从普通感觉上来说 应该是白旗成功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孔节早已成竹在胸 他知道呢 就是说我该拿的便宜都已经拿到手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再跟你去进行结针呢 我这个旗呢 并不吃亏啊 这些纸呢 弃掉呢 也都没有关系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龚节是怎么样简化这个局势的啊 那么打了这个形成这个结针以后呢 黑旗也不着急啊 也没有说是急急忙忙 就去这个 非要找多大的结材 那么你提白旗断式纤绍 这个旗呢 白旗也是有点这个犹豫啊 如果搬一个 当然结材多一点 但是本身呢 也又损木啊 又损木 又损两木旗 这个又有点的这个不肯 所以呢 它选择的单段 那么黑旗呢 就干脆退一个啊 这样呢 白旗呢 结材呢 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白旗觉得呢 可能结材呢 也够了 就不在乎这一个结材 那么提过来以后呢 黑旗显然是全旁不太好找结材 不过呢 没有关系啊 如果就是说 你非去在这一带找啊 这些结材呢 有可能呢 是非常的 有可能会损啊 就是说包括不管搬 或者是什么 你要是 第一个可能不损 但第二个你要非要去 找的结材凶一点呢 这个就会损 如果只是退呢 好像这个白旗可以不走了 啊 等等 那么这时候孔杰呢 并没有 就是说 急急忙忙啊 他已经判断了 清除了这个形式啊 只是简单的 哎 走个打入 这个就够了 好像没有找结材 在抢大厂似的 实际上他觉得这块旗 即使弃掉啊 我前面占的便宜 已经呢 够了 这个无足呢 这个无关紧要 那么白旗肯定要吃黑旗 白旗呢 在这里准备好了大结材啊 这个结肯定是 黑旗打不过了 不过也没关系 黑旗就简简单单的啊 再走一个 这个时候当然是白旗不能硬啊 这个局部再硬的话 就硬不完了 所以白旗提掉 把黑旗都痛快的抓起来啊 不过呢 黑旗也是早在这个气质啊 早在这个计划之中啊 就是简简普普通通的搬过啊 等于就是简单的 在这里走三步旗啊 获得了呢 很不少的实地啊 虽然看上去这三步 不是那么这个 引人注目 但是呢 实际上把白旗这边的模样破了以后 这个白旗啊 这个全局啊 已经呢 不是太好啊 虽然看上去这里吃了很多木啊 但是都是 都是实的 没有虚控啊 就是只是一些钢子啊 我们俗称的 这个等于是吃了 一二三四五六啊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二十八木 加上这里三十木旗啊 这个都是钢的 就算你这里有两木 三十二木 但黑的这个实地啊 实际上呢 远远呢 这个多于白旗的这个木 拿这个脚和这个脚底调的话呢 这边实际上呢 也差不太多 那么黑旗实际上呢 这个通过简单明了的这个气质啊 已经获得了这个全局的这个领先 全局的领先 而且优势可能还是不小 还是不小 这个崔泽瀚这个可能呢 只是过于注重这个局部的扭杀 忽略了这个对全局的判断啊 虽然吃得很高兴 但实际上呢 这旗呢 输得已经差不多了啊 由于这个走完以后 这块旗啊 还没有还没有完全活 所以白旗还需要搬打吃啊 这个黑旗呢 也就是老老实实的 全部跟着印啊 全部跟着印 白旗站上啊 由于这个黑旗啊 这个中间有一朵花 白旗肯定是不会有大的发展啊 不会有大的发展 那么黑旗就是 简简单单的开始收触 拖 退 白旗立啊 黑旗就拐 这个都是最普通的这个收触 这时候白旗呢 走得非常的凶啊 如果普通的去沾上呢 这里又被黑旗飞一下 肯定呢 不舒服 那么白旗直接就点到这里啊 防止黑旗飞进来的同时呢 对黑旗这个 这块旗呢 还发动这个冲击 那么 黑旗先飞 这个也是好旗 比打一个呢 它斑张呢 要强一点 这个飞 在下边呢 在下边呢 唯控 这个时候中间的这个花的威力啊 就可以逐渐体现出来 白旗爬 破黑旗的眼 黑旗呢 先补住 先补住 补住以后呢 白旗啊 打入啊 这个非常凶 也是寻求想这个 寻求这个一些变化啊 寻求一些变化 把局面呢搅乱 那么黑旗打车 然后靠 给白旗呢 以反击 由于这个地方呢 还是 黑旗比较厚啊 黑旗比较厚 这个白旗呢 直接在这里 和黑旗这个作战呢 一看呢 还是不利啊 这个不利 因为毕竟黑旗子力众多 那么白旗现在呢 又先挡这个 破掉黑旗的眼啊 对这块旗 发动这个攻击 发动攻击呢 然后看黑旗 怎么逃跑啊 然后呢 白旗再怎么借势呢 行旗在这里寻求呢 这个味道 那么黑旗如果果真啊 这个是去逃跑的话 比如说是飞啊 那么白旗就先把你的眼 再一破掉 然后强行呢 这个造主啊 由于这里有种种种种的余味啊 这个黑旗啊 反而呢 行动呢 不太自由啊 不太自由 容易啊 这个白旗把局面搞乱 那么 那么这时候呢 孔节省市的全局啊 又走出了呢 非常漂亮啊 或者说是 非常解明的 这个定型的方法 非常解明的 顺利的呢 迎下这盘旗 那么黑旗的下法呢 就是跳 这个就是什么呢 黑旗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个地方 开始呢 弃子 继续弃子 白旗冲 然后黑旗冲 这个是关键啊 这个是 这个是简化局势 快速获胜的这个关键 如果你现在去搬 那么被白旗一断 虽然黑旗能吃掉白旗这几个 那么这个呢 你反而容易中了这个 白旗的圈套 那么白旗这些纸都走完 这一半 黑旗有点扛不住了 你不能断了一斤 这个一粒 这边都死了 这个反而 黑旗要中白旗这个 气质的圈套 那么这时候 黑旗 当白旗冲的时候 黑旗非常冷静的退 气掉这一块 这个是 就呢 局面呢 一下子反而呢 变得非常的解密 我们来看看 一冲 黑旗就吃 把这里走厚了 把这一块空 彻底的围住呢 就已经足以呢 获胜了 那么白旗飞啊 要小心黑旗飞过来的收刮 那么黑旗就走 再扳 对吧 你打吃呢 我就粘上 你虽然能够扳死这一块 但是这里肯定是 已经是 全部呢 归了黑旗 同时这个地方 铺一个还可以借用 白旗不只能提 提的话呢 这一段 由于这个打吃是先走 这又活了 所以呢 这个铺的时候 这个 白旗呢 只能张在外面 那么黑旗提掉 白旗呢 再吃 这样呢 确实是把 这块旗 给吃掉了 不过黑旗气了以后呢 确保了这边的实地 同时呢 在这里以后 还有一些 木树的 这个木树上面的 这个便宜 棺子上面的便宜 黑旗呢 先打一个 由于这个虎了 班章都是先手 这个木树很大 白旗 走一个 然后黑旗就专心专意的 把这些棺子都收掉 这个呢 打一个的时候呢 这个 白旗 由于这块旗没活 还需要跟着印 这时候黑旗也不用呢 和白旗这个 打结了 把这个一围 让你提掉 那么再老老实实的 补助 最后时的补助 这就是说 解明了 把这边 这块旗气掉 然后呢 把彻底 把这块空 完全的 这个 做大 完全做大 这样可以说 黑旗是解明了 获得了这个 盛世 就是 胜负一定 这里实际上 我们看看 也就弃掉了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木齐多一点点 二十木齐多一点 那么呢 彻底把这个围起来 也经是足矣 本身就 关这两部 关子来说 已经呢 价值不小 这个打 和大飞相比 本身就有 逆收九木齐的价值 这个非常大 就连这个团 和白旗几 黑旗虎相比呢 至少也有 这个 这里差了两木 是吧 黑旗少 多了两木 白旗呢 要少 这个 三木 也有逆收五木 这两个等于加起来 已经逆收了 十四木 就是说 所以这点 气掉以后 还能得到一个线索 可以说 这个黑旗啊 就下得非常的 这个简单 明快 看起来这个 就是说 赢得很 很简明 就是说 全局啊 这个控制的呢 很好 所以说 本局旗啊 这个 在局部的战斗中 我们说 吹之汉的力量 还是很大 但是这番旗呢 这个 孔杰的大局观 非常的这个 好 在局面中啊 两度通过这个 气质 一个是 这个上面 这个 白旗来 破黑旗控的时候啊 黑旗反而让白旗吃掉一块 都没有关系 第二个呢 然后呢 在这个右边 把白旗想 搅乱 这个局面的时候啊 黑旗呢 也选择了这个 气质 最简单明了啊 最稳健的 这个 这个 银旗 银旗的方法啊 这个 从而呢 轻松的 可以说是 轻松的 拿下了这个 这盘旗啊 也就进入了这个 本届比赛的 半决赛啊 这个孔杰可以说是 发挥呢 这个 上层 而反观这个 吹之汉呢 今天是 似乎变成了一个 有勇无谋的这个 匹夫啊 只能说是 吹之汉今天的状态 实在不太好啊 那么 不过 本局啊 能够在 黑旗能够两度啊 上演这个 气质定型啊 解名获胜 这个呢 这样的棋局呢 可能呢 也是 不太多见了 就是说 也是从气质的角度上来说 也是值得我们 好好的去 欣赏一下的一盘棋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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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